早上10点一到水龙头打开完全没水 自然水公司进行管线连接工程 大台中七个行政区 21号早上10点起停水47个小时 冲击近30万用户 民众提早储水 不管是浴缸还是脸盆 只要能装的通通拿出来装水 能够储水的话就尽量多储 水公司规划119个免费的临时供水站 民众提着水桶排队装水 晚上不是还要洗澡 还要煮饭 可能水桶如果用完了会不够 所以先取起来备用 没水生活很不方便 民众上菜市场大多直接买熟食的自助餐 便当不买生鲜食品 因为买回去也没有水可以洗 不少汤味生意受到了影响 有些摊商干脆直接休息不营业了 生鲜的像鱼啊鸡啊猪肉这样子 就会有影响到一些 停水冲击生活 有休闲会馆业者 停水期间免费提供灌洗设施 让民众可以来这里洗澡 其实老板真的蛮佛心的 他愿意提供给附近的民众用水 这是相当不简单的 考量到给群众方便 然后希望他们把那个存下的水 用来煮饭 然后其他洗澡的话 就来我们这边洗就好了 业者表示 他们有地下水井可以抽取 增加的管销成本并不多 让大家相互帮忙 把民众的不便降到最低 华世新闻林建峰张春风台中报导 华世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